我们继续回来圣经经证读 我们看到他就是真言的第十一章 去到第十五至到二十三节 在这里就讲到智慧除了影响城市 其实这里也指向影响家庭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先 十五至到二十三节 为爱人做宝的 必受亏损 而邪恶 激掌的他得安稳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 而强暴的男子得知才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 而那些残忍的人就是妖害己身 恶人经营得虚佛的功架 杀二种的得实在的果效 恒心为异的必得生命 而追求邪恶的必自死亡 心中乖僻的就是为耶和华所争护 恒心为异的就是为他所喜悦 恶人虽然连手 必不免受罚 恶人的后裔就必得得救 妇女的美貌而且没有见识 就好像金环带在珠鼻上 而恶人的心愿尽得好处 恶人的指望就是自干愤怒 在这里就是说到智慧是怎样影响家庭 首先就是说到提醒人为人做担保 是会被人控制落于这个担忧当中 所以是要逃避一个这样的事 然后也提醒有两条成功之路 一条是世界所走的路 这条路就是包括了有强暴 残忍可以获得金钱 但是也会失去很多 而另一条路是一个恩德 欲 温雅 端庄 是以美德来得到人的尊重 和别人的荣耀 而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如果是行善爱人 那自己就可以蒙福了 但如果是残忍害人的 其实自己都会受害的 恶人其实都可以得到金钱 但是他得到的东西是虚浮的 但以人却能够得到实在的 稳当的金钱 其实在后面也都指出到 有两条路的 包括有邪恶乖癖的人 恶人所得到的 无非就是死亡 受罚和神的厌恶 而恒心为善的 行事完全的人 那这些二人种族族类 就必然得到生命 拯救和神的喜悦了 在第22节就说到 女人若只是花时间在外表的美丽 她没有追求到 在知识和见识上的美丽 她的外表的美丽 就完全会变质了 反而更加彰显了 她的内在 其实就好像野兽那样可怕 好了 第23了 其实就是心愿应当是我们所向往的事 就是与神的赏赐和管教连结在一起 好了 我们看一个约节了 在这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呢 虎女其实是重要的 虎女的美貌而没有见识 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神给我们的是丰盛而美好的生命 但若果我们没有做出智慧的选择 乱搞的话 就会租贃了生命宝贵的价值 就好像金环套在猪鼻上 猪无论是当时的社会 还是现在的社会 都看为是最悲战低下的动物 而将金环套在猪鼻上 也就是租贃了这个金环宝贵的价值 而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之愚昧 也就是没有智慧的 因此这一词的经文就是指出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这样来活出人生宝贵的价值 也就是浪费和糟蹋了 神所赐的美好生命了 就将这个珍贵的生命 活到好悲战和低下 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 这个是何等的错误 也是非常之可惜 所以也都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来做出一个好抉择的人生 让我们的生命 不单止自己荣耀神 也都影响其他人 一起来到荣耀神 好了 最后一个结构了 就是关乎到钱银的问题了 好了 第24节 有诗散的 却更加增添 而那些沽寒过渡的 反而变得很窮 好诗写的必得风雨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其实团粮不卖的 那些文一定会遷就他 而情与出卖的人人 都会是他祝福的 好了 而恳似求善的 就能够求得恩惠的 唯独那些求恶的感觉 就必然临到他身上了 倚仗自己财物的就必然跌倒 而二人必法旺就像青叶一样 妖害几家的必承受清风 而愚昧人必作为心人的博人 二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你看 二人在世尚且受报 更何况是那些恶人 和那些罪人呢 在这里就说到 在商业上的投资 如果只求利益者的话 就会遭到更加大的损失 而懂得分享那些的思维者 是要得到恩惠的 而那些团粮不卖的人 打算抬高价钱的人 也都要接受人民和法律的制裁的 为了别人来求恩典 自己也都会得到恩典 相对如果想加害于人的人 自己都会遭殃的 如果是倚靠自己的钱财 就必然跌倒衰落 而二人却要更加的法旺了 好了 最后就是三十和三十一节 三十节就说到 二人要多结果子 得着生命树 并且在智慧当中得仁 这里的智慧人 二人将会有生命的影响力 对人的感染力 也可以指向我们 是恩着智慧 可以为主得仁和多结果子 而二人亦都受报 更何况是恶人和罪人 其实这里就好像是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 也被引用 就是说 如果是二人紧紧得救的话 那些不敬虔的犯罪的人 有什么地方可以暂立得住呢 所以就强调到 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当何等地是战经 惶恐 也可以说是为二人要得着掌赏 所以我们这里的《弱节》 也是最后这两节 就是二人所结的果子 就是生命书 有智慧的必能得仁 你看 二人在世尚且受报 更何况是那些恶人和罪人 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 若我们愿意用真心 来和他关怀别人的需要 而这些爱心将会令到人改变 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二人也都好像大卫那样的人 一生专心追求神 却偶然是被过犯所性 竟然就是堕落犯罪 当时五十多六十岁 而大卫犯罪之后 虽然都是悔改蒙赦面 尚且都要接受应得的报应 更何况是恶人和罪人呢 所以罪人和恶人 其实就是那些离开了神 并且故意犯罪 甚至是习惯犯罪的人 而这样的人将来是要接受神 怎样严厉可怕的刑罚呢 好了 这个第十一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会按照这种模式 继续讲真言的 所以我们邀请你 和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真言 好了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还有留下造就圣的留言 好了 我们是圣经精读 我们祝福你